快走 快走 知道你来找佑芷 别跑 站住 你什么事啊 站住 给我拦住它 你给我拦住它 你给我拦住它 放开 你给我拦住它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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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帮都没有 我这些东西就跑走了 你给我 站住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别跑 你怎么这个样子 我有话想要问你 要不然你先进去洗一下 我帮你把衣服烘干 王丽姐 来 里面请 你先去沙发上坐一会儿 我叫上佑志琪 来 王丽姐 佑志琪 这是佑哥的家 佑志琪 你在里面干吗呢 你要喝点 佑志琪 佑志琪 你干吗呢 还不赶你出来 王记者都到了 我洗澡了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糊弄谁 你 您想喝点什么 我待会儿给你弄点 茶 咖啡啥都有茶 佑佑 佑志琪在里面吗 在 在洗澡 王记者 佑志琪怎么不见人呢 王记者 我们家一人洗澡呢 咱们出去等她吧 好吧 大下午洗什么澡啊 这一路风尘步步赶回来 为了见您 洗个澡应该的 我们出去等她 走走走走 那这女鞋怎么回事 我的 你的 她看着纸层也不像是你的鞋 王记者 我就喜欢穿小鞋 佑佑 这不对吧 这有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的 王记者 我在我带的一人家 放上我的鞋怎么了 再说了 要不你越那么早 我在家睡没人觉 我是觉得不对 她是一个人在里面洗澡吗 王记者 王记者 我们家一人洗澡呢 您进去不不合适啊 你说是不是 王记者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今天今天不在方便 我去公司的 王记者 王记者 我看一眼 你们早赶紧下来啊 王记者 王记者 我们太久 他们都走了 都走了 那你呢 为什么都没看到 姚志祺 姚志祺 你换好了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我刚才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你这一年去哪儿了 你到底去干什么了 是不是 和你的病有关系 谁跟你说的 你公司说你去国外游学 可是游学怎么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是不是去治病了 程铍 对不起 一年前我的主治医生说我的病情加重 只能去日本治疗 程铍 我只想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的机会只有这一次 那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 我害怕 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 你从来都只想你怕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程铍 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 你 有志祺 说走的是你 说回来的也是你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 是 你回来了 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 可是程铍 我再也不是原来的有志祺了 我知道 但我也不是之前的成名了 但我也不是之前的成名了 在一起 那你离开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因为我不想让你一直等 我害怕 我害怕我再也回不来了 你从来都只想你怕 你从来没有在意过 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只是想要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 程铁 现在我已经回来了 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吗 你说走的是你 你说回来的也是你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习惯没有你的生活 是 你回来了 但不代表我会一直在原地等你 为什么要走 程铁 我找到程铁了 他在操场的看台上 你们俩快过来吧 你回来了 我刚刚去宿舍找你 然后屈指说你闷闷不乐地 一个人跑出来 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 没什么 只是突然发现 看星星这么简单的事 原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我 我都不愿意 我都不愿意 星空广阔无边 星空广阔无边 我们每个人都能欣赏他 拥有他 但是他又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 他离我们每个人都很遥远 似乎 永远都出不可及 你说得也对 其实 我只是想通过星空 去了解一个人 但是我失败了 失败并不可怕 没有尝试过就放弃才可怕 你也尝试过了 就没有必要再烦恼了 有的时候吧 你得学会放下 成名 你们怎么来了 你说说你们 短信不回电话不接的 急死人了 我都没看 我和去世运说 在宿舍吃还得收拾 所以就拿过来了 我跟你们说 张艺悠又给方雅丽买宵夜 正好她减肥吃不了那么多 我们就一起吃 好香啊 成名啊 我跟你说 不开心呢 就要大吃一碗 就开心了 大姐 你不是还要试镜吗 你只有不减肥了你 今朝有酒 今朝醉嘛 你多吃一碗又不会怕 好好好 好好好 艾米 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 今年可是开学 道老师上课 可是点了名单 我最近 跟朋友准备开一个街舞工作室 现在正在筹划档中 哎呦 艾米要当老板了嘛 嗯 嗯 我可跟你们说 我这个假期 去了一趟大军 嗯 嗯 嗯 你不是说 你这个暑假去欧洲了吗 嗯 我都去了呀 嗯 嗯 嗯 包方呢 我最近看你 整天笑呵呵的 话也变得不少了吧 有吗 有吗 没有 那还不是因为 嗯 嗯 嗯 什么呀 我最近 发现一个很好的舞蹈学校 我要是考上了 我就要去英国了 哦 哦 你还挺能给自己转移话题的啊 哈哈 哈哈哈 芳芳 你真的要去那个学校啊 那个学校一国他乡呢 肯定特别苦 特别难考 嗯 小时候 觉得练舞 又累又苦 跳芭蕾的脚都变形了 这个脚上 解胖 一个起了 一个又起了 自己看着都觉得疼 有想过要放弃 可是就是放不下 也许想着想着 就觉得没有那么累了